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1.浩文与龙少内讧 在昨晚的剑汇PK当中 因为操作手龙少直播没开延迟的问题 浩文和龙少当场内讧 浩文气愤不已 直接连剑汇都不打了 开始解说豪门的超级严散 龙少与其他操作手不同 团队里的大唐和华生都是他大哥的号 因此他和浩文对起来完全不虚 2.雪山举办好声音活动 在雪山刘会长 董事长 表弟等人的牵头下 雪山将举办一场雪山好声音活动 届时雪山的各路主播 都会参赛一盏歌喉 比赛将在表弟直播间进行 这样对于雪山的新主播来说 也能带来大量的人气和关注 3.表弟 梧桐线下聚会 雪山表弟团队的老板们 包括刘会长 K董等老板 又一次和主播表弟进行了线下聚会 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播梧桐也过去 并且还和表弟来了一波清理合影 4.召唤兽青花瓷可以导案 梦幻新出的召唤兽青花瓷 七夕器件的优惠价格是1600点仙玉 而在七夕结束之后 价格将会回到2000仙玉 不少梦幻商人觉得这玩意可以进行绑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